我们在今年3月首次报道了一名美国陆军士兵 因向中共国出卖军事机密获利而被捕的的新闻 现在有了新进展 这名陆军士兵现已认罪 将于2025年1月被判刑 给英国国会议员发出的安全局干预警报显示 李真鞠在知情的情况下代表中国共产党 进行政治干预活动 今天上午的新消息 一名研究生同时也是中国公民 因被指控违反间谍法的部分条款而在等待审判 他承认从纽波特纽斯船务公司窃取海军机密 一名71岁的谭香山男子于周五认罪 承认密谋收集美国国防情报并提供给中共国 如果不在西方把中共的贪官人员的资产 师生子女和在西方部下的这种间谍特务 给摧毁西方不得一天 共产党不消失在人类 世界不得安静 中国人将进入到水深火热的深层地域 另外一个西方必须拔除中共在你们内部置入的各个间谍系统 蓝金黄系统 间谍媒体系统 各个网站 各个媒体 我们和美国和欧洲政府查清搞清楚美国和欧洲西方世界有多少中共的家人和间谍和拿共产党利益的 找出卖美贼卖欧贼卖日贼卖台贼卖家贼这是我们第一个 更重要的过去两年 我们让西方世界知道 抖音 微信 碧安 赵长鹏 马云 还有沈南鹏 这帮孙子全都是中共的打手